一赛 开始 白狐 不提 第一魂剑 精神探测共享 你的力量太弱了 不像个男人 强攻是人中心 不过人不想去 即使我们做的精神过小 还是能成家 他们太弱了 一个回合就能绝世战断 九凤来一箱 第一魂剑 迟怀 我的速度突然下降了 速度变慢了 看我的 第一魂剑 美惑 千万别看她的眼睛 糟糕 小小的技能被阻挡了 九尾狐武魂 在兽武魂中 可是高等的存在 每多一个魂环 尾巴就会多一条 实力也就更加强大 翠雅杰虽然只有两尾 但阻断只附加了一个 魂环的九凤来一箱 还是大财小 施起了辅助 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句话应该是 我问你的 第二魂剑 第一魂剑 白虎裂阔波 是一扎道 强攻对强攻 两队的主攻手 正名硬庞幽 这种力量的差距太明显了 协谋白虎代加的 强攻魂技极致阳刚 正面对抗 显然是极不理智 可惜 弘东 先管好你自己吧 戴华兵镇飞王东 强迫绝阻断萧萧 二环的诸禄 对上那个一环的小子 一个回合的交手 胜负 你总是这么轻率 性神他策略 鬼影迷踪 好奇妙的步伐 三生正魂底吗 崔雅杰怎么没拿下小小 与崔雅杰的九五的梦乎不同 我灵魔魂技的灵魂冲击 可不需要注视敌人的双脸 可恶 这小子躲避我快光的同时 居然还对崔雅杰发动精神控制魂技 现在人化奉还 我劝你也先管法你自己 能进入决赛的果然都有点看涂 我们是轻敌了 那么现在就认真一点吧 三生正魂顶 第一魂技 顶之阵 你的顶太慢了 是吗 那就看看 你能不能逃脱出我的控制 好东西 还不释放你的第二魂技 第一魂技 是一闸道 你的第一魂技 是挡不住我的 那你就来试一试 白虎并不是很像是近身强攻助长的 距离都拉近到了这个程度 王冬怎么还敢有第一魂技迎战 跟刚才的颜色不同 散发出的魂力也大不一样 他怎么突然变强了 魂力不一样 难道是融合魂力吗 可融合魂力 不是只能催动武汇融合技吗 雨昂 二打一 不对 他的目标是 崔亚天 平时阴怀的家伙还不找不及 第二魂技 虎伪真 慢点小心 快使别走 你不是很想见识一下我的第二魂技吗 那自己看好了 第二轮技 结神之光 幸好将靠老师将我带出场地 不过拉伤那个阴寒的家伙一起出局 勉强算之 什么 他居然还在场上 孙雅杰出局 确实怎么一下子被逆转了 鬼影弥宗 唐门的攻防 这孩子竟然还是唐门中人 你还有心思想唐门 崔雅杰下场 要是逐鹿还不能突破三升阵魂饼 戴华兵一打二 可未必有胜色 第一轮技 幽冥突刺 第二轮技 幽冥白转 你怎么没完没了 想去帮你的同伴 想做我这一关 再不是放第三魂技 就自己滚下去 别后悔 让你们见识一下顶级兽魂 邪魔白虎的真兽威力 体三魂技 白虎金刚变 白虎金刚变 白虎金刚变发动期间 攻击力防御力 同时增加预备 这就是他千年魂技的威力吗 火董 第一魂技 精神干扰 这一招的力量速度比前一招减弱了百分钟 果真如此 别用拼了 我有办法 用拖延战 拖延战说是什么 就是 快跑 这两个小子打不过就逃啊 这样一直逃下去 也破不了他的魂技啊 白虎金刚变增幅的确很强 但是他所消耗的魂力 也是十分恐怖 你带华兵命前的学为 持续不了多久 看样子允号也发现了这些 就现在 大虎可强 过于耗着个衣环的回事 只能打进大杀兵 这个三条魂军 什么叫逆风翻盘 绝地反杀 老颜 这句你认不认 但你这口气 恐怕还是松得太早 绝地反杀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 我的下场是什么 第二魂技 白虎猎功功啊 先跳 一笔之道 一笔之身 可惜 被他逃脱了 铁某白虎代价 和幽冰灵猫朱家的世代传承是什么 难道你们都忘了 周路 幽冰白虎 暗纸 与蛋 人 或许